82歲的裴若曦 原先預計8號展開亞洲行 先飛往日本會晤日向岸田文雄 更傳出10號將會造訪臺灣 如今確診之後 行程將會延後 裴若曦已經打過了第三劑加強針 目前沒有症狀 不過他過去幾天 曾與總統出席白宮的兩場活動 當時沒有戴口罩的他 就站在拜登的身旁 他甚至還吻了一下總統的臉頰 對此白宮表示 拜登的病毒檢測呈現陰性 並將會繼續的定期的篩檢 別點二目前正在美國迅速的傳播 紐約市七天平均日新增 病例已經超過了1400例 預計未來幾週可能出現更多的感染 讓紐約市由疫情的低風險 轉為中風險 美國食品界藥物管理局表示 現有的新冠疫苗和BA.2 並非完全的吻合 但比起前兩季追加劑人較能 預防重症 當局會在六月前決定是否要更改 疫苗的設計 另外英國的葛蘭素史克藥廠 與美國生技公司研發的抗體藥物 因為無法有效的對抗BA.2 已經遭到了美國取消授權 記者不加閃報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